10月17日早上 关于中国篮球明星 易建联的一次爆料 迅速登上了热搜 称其疑似嫖娼 这消息在网络上 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尤其是易建联 曾经作为中国篮球界的 领军人物的这个背景 使得此事备受瞩目 爆料者不仅提供了聊天记录 和易建联的裸照 还附上了他的身份证等私人信息 尽管身份证的真实性存在质疑 但一些网友经过验证后 认为可能是真的 更令人震惊的是 爆料人称易建联的嫖娼对象 竟是一位变性人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LGBTQ里边的T-Transsexual 虽然爆料内容比较详细 但不少网友对照片的真实性 依然提出了质疑 认为其中可能存在PS的痕迹 特别是身份证号的错误等细节 引发了众多的讨论 同时还有一部分人指出 照片中的一些拍摄角度和影子的问题 也令人怀疑 尽管易建联本人尚未对此事做出回应 但是网上的讨论非常激烈 许多球迷希望这件事是假的 并对其妻子行灵和家庭生活表示同情 实际上易建联并非第一次卷入类似的舆论风波 早在2008年 他就曾与女星施与非传出过绯闻 当时的事件同样引发了大量的关注和争议 但是易建联他的篮球生涯 在NBA这边也是有很大污点的 但是好多人不知道 那借着易建联嫖娼的风波 咱们就回顾一下易建联的职业篮球生涯 以及在NBA的跌宕起伏 其中涉及到一件更大的丑闻 并且可能是中国体育界体制性的丑闻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好好谈谈 我是主持人小薇 那我们现在开始 时间回到2003年 那时我还是一个有经历关注NBA比赛和篮球比赛的球迷 当时美国的时代周刊发表了一篇关于易建联的文章 当时大家对他的唯一印象 就是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年轻的中国球员 据说只有16岁 这里注意我用了据说这个词 是因为他的真实年龄对外隐瞒了 时代周刊称他是下一个姚明 这显然是过度夸张了 因为在球技上姚明远远超过他 他们唯一的相似之处就是两个人的身高都非常高 而且都是中国人 考虑到当时易建联在CBA的数据并不出色 围绕他的炒作显得优先不合时机 当然易建联当时在中国拥有庞大的粉丝基础 球迷们也乐于支持他 但接下来的三年易建联带领了广东侯远队 连续三次获得了CBA的冠军 成为了CBA最优秀的球员之一 他也长成了一个身高2米1 体重110公斤的巨手 易建联比较特殊 他是亚洲人当中 同时具备力量和灵活性的不多的球员之一 尤其是对他这么大的一个体型的球员来说 而他的灵活的脚步也令人印象深刻 经常大家会看到他 他在CBA和亚洲杯的比赛中 爆扣完全是欧美的打法 多年来许多中国球员被选入到了NBA 但他们在联盟的时间通常都很短 比如说巴特再打了一个赛季 那易建联本来应该是那个打破常规的人 结果姚明的火炬继续为中国篮球争光 然而这一切没有在NBA实现 那大家就不禁问了 究竟他经历了什么呢 他的职业生涯在NBA为何如此失败呢 咱们又得回到2007年 当时的选秀的那一届 是近20年中NBA最出色的一届选秀 其中包括格雷格奥登 凯威杜兰特都是那一届NBA选秀大会选出来的新秀 其他知名的球员呢 还包括埃尔霍夫德 迈克康利 杰弗格林 乔金诺阿在那些选秀班中都排前十名 而易建联以第六顺位被米尔沃基雄鹿队选中了 这并不是一个有争议的选择 因为大多数模拟选秀中 他的排名在第三和第十二位之间 这是NBA历史上第二次由中国球员进入选秀的前世 然而呢立刻在NBA官方呢就出现了几个问题 确切是说有三个主要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他的年龄 当时他官方公布的出生日期是1987年10月27日 这意味着在2007年选秀的时候 他应该是19岁 然而呢有中国媒体爆料称 他实际上出生于1984年10月27日 选秀时已经是22岁了 这对选中他的雄鹿队来说是个大问题 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得到了一个19岁潜力无限的年轻球员 当得知他的十几年龄其实是22岁的时候 这对雄鹿队来说无异于得到了一记耳光 尤其是易建联还需要大量的培养 在通常的情况下22岁的球员进入NBA时 应该已经是准备好上场发挥了 但易建联并没有达到这个标准 第二个问题是呢 易建联在选秀训练营前 几乎没有与任何美国的大学球员对抗 通常选秀的新秀大会 在球探和球队管理层面前 与其他知名球员进行一对一的也好 三对三的对抗 或者至少和真人打过比赛 而易建联邀请球探来观看他 与一把椅子来进行对抗训练 这个故事非常的荒诞 很多人最初都不相信这是真的 因为没有相关的视频 但多年后呢 克里斯曼尼克斯证实了这一事实 曼尼克斯在接受一次采访的时候 曾经说到易建联与已经发展成熟的大学球员对抗 他们觉得不合适 因此呢 他们进行了单独的训练 训练时的道具包括一把折叠椅 那不管怎么说 一个22岁的球员发育还不完全 连和大学球员对抗都做不到 确实是雄鹿队面对的一大风险 那第三个问题是 易建联从一开始就不想为米尔沃吉效力 当时啊 国际选秀巨星啊 尤其是在中国这样受欢迎的球员 这个球队选中了他 通常是为了带来巨大的收入 因为中国的篮球观众的群体庞大 熊鹿队作为一个小市场球队 希望通过易建联吸引更多来自中国的关注 然而呢易建联的经纪人丹费根 并不希望他效力于熊鹿队 并要求将他交易到其他球队 原因是米尔沃吉本地 没有庞大的华人社区 所以易建联在这里 无法获得太多的广告代言和赞助 费根认为相交于米尔沃吉 休斯顿或者洛杉矶应该更适合易建联 然而呢 熊鹿队却非常希望易建联能留下 甚至球队的老板鄂布科尔 专门写信给他 保证他会有大量的上场时间 甚至费到了香港 亲自与易建联和他的家人会面 最终熊鹿队为易建联签下了第一份合同 易建联也首次向公众发表声明 今天的协议意味着 我终于正式进入了NBA 这对我来说是巨大的挑战 我希望我会有很多的机会 也会遇到很多的困难 但我会尽力而为 易建联的NBA生涯呢 的开局远超预期 在2007到08赛季的第二周 易建联有一段四场比赛的高光表现 长军15分7个篮板 一次抢断和两次盖帽 特别是在11月的一场比赛 熊鹿队对阵火箭 易建联和姚明的对决 引发了巨大的关注 这场比赛在中国有超过2亿人观看 易建联在那场比赛中得到了19分 投篮名中率12中期 而姚明拿下了28分 易建联还被评为12月的月度最佳新秀 那段时间他场均贡献12分和6个篮板 然而易建联的表现极不稳定 大多数时候他的表现是差强人意的 低位的进攻不如他身体推抗性那样激烈 反而选取了过多的中筒方式来得分 实际上他的投篮中有58%来自中距离的中投 而在中国的CBA 易建联是以禁区内的统治力闻名的 但在NBA因为竞争更加激烈 球员更加强壮 防守也更为严格 他无法像在CBA那样凭借力量压制对手 因此他选择了过多的中投 那随着新秀赛季界定本身 2008年4月易建联遭遇了严重的气伤 不幸的是呢 熊鹿队意识到他的表现不如预期 整个新秀赛季呢 他场均只有8分和5个篮板 投篮命中率为42% 这对于一个被基于厚望的球员来说 这种表现让人相当失望 在2008年的夏天 易建联被交易到了新泽西兰网队 经过一段时间的伤愈付出后呢 易建联的表现有所回升 但在2008年底 他摔断了手 又过了几个月 在2009年的3月 他又遭遇到了严重的脚踝扭伤 那这次脚踝扭伤的手术呢 也在这次嫖娼的照片中啊 也暴露了出来 大家可以自己检视一下 但在2009年年底呢 他扭伤了膝盖的内侧的富人带 因此缺席了近两个月 所以呢 易建联在NBA的生涯啊 每当表现有所回升的时候 伤病就会袭来 令他无法延续状态 是不是因为他虚报了年龄 而NBA的教练根据他的虚报年龄 制定的训练计划 让他的身体承受不了呢 尽管易建联啊 他一次次的尝试康复 但频繁的伤病 使得他难以保持任何稳定的表现 然后他又被转回到了 华盛顿奇才队和达拉斯小牛队 但都非常短暂 那易建联的NBA生涯呢 就在这四年后短暂的结束了 而他并没有像姚明那样被人记住 最终得到的是伤病缠身 甚至队员给他起的叫The Chairman的外号 因为他选秀的时候 选择了一把椅子当做道具 还有就是他经常坐在板凳上 得不到上场机会 最终易建联离开了NBA 而且他对外公开声明 NBA并不适合他 回到中国后呢 易建联凭借他明显的身体优势 再次主宰了CBA的赛场 从2012年到2020年 他场均24分和11个篮板 赢得了多次CBA总冠军赛和总决赛的MVP 在国家队也是一致的主力选手 在2016年 易建联尝试最后一次重返NBA 与洛杉矶胡人队签下了一份一年800万美元的合同 但他的这次努力也最终失败了 胡人队教练沃顿曾经称赞易建联是训练营里投篮最好的大个子 但是他在赛季开始之前 这位教练被裁掉了 当时易建联刚来到美国时 他被各大媒体称为下一个要命 而易建联在NBA的发展呢 却是一段充满了误判 错失的机会和不合理预期的过程 甚至还充斥的年龄造假的谎原 斗探和媒体曾对他给予厚望 认为他能够接替要命 但这显然是不现实的期待 易建联在中国篮球的成功呢 依靠的是他的运动能力 速度 脚步和弹跳 但这些优势在NBA并不明显 虽然CBA现在是世界上第三好的篮球联赛了 但是整体水平与NBA还是相差甚远 甚至与欧洲联赛也相差的很远 易建联曾经是继姚明之后 最受期待的中国球员 但很明显他的比赛风格并不适合NBA 熊鹿队最终认识到了他们的错误 并做出了防守的决定 那回到这次嫖娼风波 在至今为止 这则消息已经爆出后的24小时里 易建联依然没有做出任何的回应 而多个品牌已经火速撤下了他代言的内容 这让大家对事件的真实性更加疑惑了 虽然身份证信息和法院的参决书对得上 但照片的真实性还是有很多的争议的 有好多替易建联说话的人 也被认为是易建联团队雇佣来的网络洗地的人员 那这件事呢反映了像易建联这样的名人在社交媒体时代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尤其是在指控不明时 那公众和品牌的反应呢 往往非常迅速 而且不理智 他们不会追求真相 那易建联这时候呢 出来澄清一下 可能会化解危机 但也不确定 回想起易建联当年在NBA虚报年龄的争议 公众对他的期待与现实之间的落差 如今似乎再次上演了 作为一名曾被寄予厚望的球员 他的职业生涯曾经因为多次外界的质疑和事件的影响陷入到了低谷 如今这场嫖娼风波同样让人们开始质疑他的形象 那对于易建联而言呢 无论他是否回应和如何应对 这次事件都将成为他人生中另一场的关键比赛 如果他继续选择沉默 可能让这些猜测继续发酵 毁掉他的公众形象 而如果他出来澄清真相 或许还有机会挽回一些损失 那公众人物的光环之下 究竟该如何守住真实与底线呢 这或许是这次风波带给我们每个人的深思 好了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好好谈谈 我是主持人小薇 如果喜欢呢 请帮忙订阅和点赞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